田玉和千昭之所以官爵不高 原因在管辖区域 满宠在东房屋 郭槐在西巨树 而田玉和千昭主要是在北疆对付游牧民族 在魏国君臣们的眼中 克比能的威胁明显是要小于东屋和属汉的 而田玉和千昭之所以会被远远的调离三大战区 与刘备有很大的关系 千昭出生于激州安平郡关金县 而刘备是卓郡卓县人 两人的家乡相距不远 从小一起长大 又因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 而结为异性兄弟 公元175年 15岁的刘备得到了同族长辈的资助 拜员九江太守卢职为师 结识了师兄公孙赞 而千昭则败在了同乡 安平明市月寅的门下 公元184年黄金起义爆发 24岁的刘备自行组织义勇军 投身到了镇压起义的浪潮之中 千昭则是选择继续跟随月寅读书 公元187年 大将军何晋的弟弟河南隐和苗 因镇压农民军有功 被败为车骑将军 不久和苗便征庇月寅 进入将军府担任了长使 千昭也因此闲居在家 而刘备几乎在同时 因军功被任命为安息县位 获得了起兵以来的第一个正式官职 直到董卓讨伐战结束之后 袁绍入主冀州 才征庇千昭做了从事 从公元200年初在小沛被曹操击败 到童年秋关斗之战结束前 刘备曾短暂投靠在袁绍麾下 在这期间 刘备与千昭肯定见过面 相信这两位发小在乱世中重逢 浓厚的情意应是丝毫未见 可此时的千昭 已经受到了袁绍的重用 袁绍甚至将手中最精锐的物环骑兵 都交给了千昭统领 于是几个月后 看透了袁绍外宽内计本性的刘备 以牵制曹操的名义 率本部兵马前赴汝南郡打游击 而千昭则选择留在了袁绍军中 袁绍去世后 千昭转而辅佐袁绍 公元204年 曹操率军包围了叶城 袁绍派千昭去并州督办军粮 可并州刺史高干 为了谋求自立 竟打算暗中处死千昭 此时袁绍已败逃到了幽州 千昭偷偷逃走之后发现道路不通 只得南下投降曹操 就这样自叶城一别 千昭和刘备这对靶兄弟 此生在位相见 其实不仅是千昭 刘备与田玉和公孙赞也都是林乡 田玉是渝阳雍奴人 公孙赞是刘席令之人 因为同门的关系 刘备与公孙赞的关系也很亲密 两人以兄弟相称 田玉应该是早就认识刘备和公孙赞 不过刘备起病时 田玉因年龄太小并未参与 田玉生于公元一百七十一年 整整比刘备小了十岁 黄金起义爆发的当年 田玉才仅有十四岁 刚到拜师读书的年龄 公元一百九十一年 高唐县城被盗贼攻破 时任高唐县令的刘备逃奔公孙赞 这一年正是公孙赞的高光时期 他亲率不起兵两万 大破黄金军 斩首三万 俘虏七万 缴获军须自重无数 以官至范武将军奉季后 满怀报国之志的田玉 也从家乡赶来投奔 兄弟三人在当时 又被平均的治所 吐银县再度重逢 刘备被公孙赞 任命为别步司马 田玉则认为自己年龄太小 尚需历练 就脱身在刘备军中 刘备也对田玉照顾有加 非常爱护 同年 刘备奉公孙赞之命 到平原担任县令 后又牵制林子驻扎 在这期间田玉一直跟随 三年后 即公元194年 曹操以报复仇为名 进攻徐州 徐州某陶迁 慌忙向刘备求救 刘备虽然二话没说 就率兵前往救援 可无奈 自己战斗力太过有限 刚到弹县城外 就被曹军轻松击败 好在正巧眼中发生内乱 曹操随即便主动撤走了 当时刘备的家底极其寒酸 手下的兵马 只有一千多人 另外还有公孙赞 从幽州拨给他的 少量掺杂着物还人 和鲜卑人的杂虎骑兵 陶迁打算让刘备 囤住在小沛 帮自己抵挡曹操 于是便承诺 只要刘备愿意留下 就送四千丹阳兵给他 并表其为豫州此事 刘备考虑了一番 最终决定留在小沛 可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脱离公孙赞 改换了门庭 刘备与公孙赞情如兄弟 做这样的选择 主要是基于三个原因 首先 陶迁可以让自己的实力 迅速扩充 获得在乱世中立足的资本 并让自己即身上流官场 这对刘备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再者 此时公孙赞刚刚因四仇 诛杀了大司马刘夕 刘夕善待百姓 又是皇室宗亲 在朝中威望极高 可公孙赞 却连他的妻儿老小 都没放过 这件事 让公孙赞大失人心 刘备虽然嘴上不说 但内心肯定是极其失望的 最后就是公孙赞的性格 他刚愎自用 听不尽劝诫 导致手下的谋臣和武将 与自己渐渐疏远 离心离德 而且公孙赞至军无方 数次纵兵 强掠百姓 刘备已预感到 公孙赞难成大气 败王之日恐为期不远 这才借机 转而依附在了陶谦会下 对关羽 张飞 简庸 这帮老部侠来说 刘备转换阵 无关痛扬 他们只认刘备 至于刘备跟的是公孙赞 还是陶谦 哪怕是曹操 都无所谓 可唯独两个人非常尴尬 一个是田玉 一个是赵云 田玉与公孙赞的感情很深 早年他离开家乡从军 也是冲着公孙赞来的 只是因为年少 才暂时跟在刘备军中历练而已 而赵云本来就是公孙赞的部下 任务是帮刘备训练和统帅 这些杂胡骑兵 此时田玉和赵云 也非常矛盾 经过了多年的朝夕相处 他们对刘备的人品是认可的 实在不忍心就此离去 可不走 又要担负被主之名 在经过了一番思想挣扎之后 这二人最终 还是决定单枪匹马的独自离开 找的理由也都差不多 田玉说母亲年老 需要奉养 所以请求回乡 刘备泪流满面的 拉着他的手 一一细扁 说只恨不能与君一起建立大业 赵云则是说哥哥死了 得回家奔丧 刘备知道赵云这也是借口 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因此握着赵云的手 舍不得放开 赵云则对刘备说 请您放心 我终究不会做有为德操的事 这就说明在对公孙赞的看法上 赵云和刘备是观点一致的 他的出走 只是不愿单被主之名而已 之后赵云果然没回幽州 而是在常山闲居 好在两人缘分未尽 六年后刘备投奔袁绍 赵云闻讯后也从家中赶来会合 刘备大喜过望 二人坐则同习 卧则同踏 此后赵云随刘备下入南 投刘表略经乡 入川鼠攻汉中 两人在位分开 而田玉则在告别刘备后 回到了公孙赞身边 被任命为东周县令 公元199年 公孙赞在易经被袁绍斩杀 远刘夕的部下 献云府被推举为余阳太守 献云府与田玉的私交很好 便将田玉召入太守府 给自己做了掌食 当时关渡之战还未爆发 北方群雄逐鹿 形势很不明朗 袁绍势力大 但性格优柔寡断 内部派系斗争激烈 曹操虽邪天子令诸侯 但势力却被袁绍弱小 献云府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于是便征求田玉的意见 田玉回答说 最终能安定天下的 一定是曹操 应该赶紧归附他 免得以后惹祸上身 献云府采纳了田玉的建议 派使者前赴许昌县祥 曹操很高兴 表献云府为建中将军 都督右州驻军士 公元205年初 曹操攻破夜城 并基本占领了冀州全境 献云府率本部兵马 正式南下投降 曹操见到田玉之后非常喜爱 当即任命他为丞相军事院 后又外放为一阳太守 曹操结尾后 田玉接替了英年早逝的严柔 出任虎乌环校尉 田玉在边境经营九年 千昭仅在燕门郡就任职了十二年 他们都秉持着 以压制为主的强硬民族政策 对势力强大的予以打击 对势力弱小的予以拉拢 并充分利用乌环和鲜卑 各部族之间的内部矛盾借力打力 用挑拨离间的策略引诱他们互相共杀 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没能对中原 造成实质性的危险 田玉和千昭仁平端正 沉稳干练 志勇兼备 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守将和统帅 他们以其卓越的能力阻止了乌环再度崛起 破坏了先卑统一的进程 给北方边境带来了近百年的和平 但因为与刘备的特殊关系 他们始终都在镇守北疆 没能得到曹卫统治者的绝对信任 更无法在对东吴和蜀汉的主战场上 建立耀眼的功勋 所以陈寿才会在传记的末尾 感慨的说 田玉未知小舟 千招忠于俊首 未尽其涌眼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传播华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 请订阅我的频道